被林鄭押了 好像我下午和亨利吃東西 在旁邊有五個出來逛逛的 顧客仔 都不年輕了 全部四十多至五十多 誰知道 一聽第一個我講的就很搞笑 其實我們也沒有分藍王 我們收錢做事而已 大哥 我們在那裡的陶大 他們不怪我們 我們收錢 我們也要賺錢 然後旁邊的幾個古惑仔說 你小心 現在那些年輕人沒有性 打死你了 你以為仍是他以前嗎 然後有一個說 什麼是黃 什麼是藍 然後有人解釋 藍就是支持政府 黃就是反政府 那些年輕人又不做事 誰知道他旁邊另一位古惑仔 不是不做事 他們抗爭 因為社會是這樣 找不到食物 我們就說找到食物 所以妥協 那些年輕人大把世界要捱 對 他怎麼可以妥協 要出來抗爭 對面有兩個都比較年輕 就不出聲 旁邊說我沒有分黃藍 我收錢做事而已 你用不著打我 我打你 我收錢 你不可以怪我 就說你的朋友這麼激動 那兩個就笑 我看那兩個不出聲 都應該是黃絲 是的 那比較表面上好像藍絲那些 其實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連黃藍是怎麼分都不知道 或者連藝大一點 對 五十幾 他也是 那五十幾也是 好笑 好 來到第二二節的 《哼哼有聲》 原本有一宗 獨家的故事 我想要第一節說 說吧 但沒時間說 這就留在第二節說 話說這真的是收費 不知道隔壁的台會不會說 那我就跟隔壁的 《啤梨漫步》 林康正 今天是太子吃茶 那阿信聊聊天 真的有些事情搞 正啊 接著呢 隔壁有一台 全台都是黑社會 那為什麼我們知道呢 那一坐下 他們說 那天麗晶啊 我就是負責 籌所有人去 那他打人 那他說得很激氣 那為什麼激氣呢 那時候我點菜 不是聽得很清楚 那後來我才跟著 那他慢慢說什麼 他就說 喂大哥啊 我們收錢的嘛 喂 我們不是政見來的 那打你 那就是因為我們受了人 指使安排嘛 那找人打你 那我心想 那你收了錢打人 為什麼可以說到這麼正義呢 但這個還沒完 接著他說 那你不要打我們 打得這麼狠的嘛 那些人啊 那些人啊 喪的 你又找不到他們的覆卓 因為每個人都蒙了面 每個人都打完那些 接著慢慢聽到 原來就是有一個黑社會 他就在麗晶花園 就群組了一群人 其實我們猜 後來就猜 就是那群紮鐵工人 就是他群組了一群紮鐵工人 嗯 就去這個淘大花園搞事 所以呢 最初呢 就說有些國旗的人 就在亂打黑衣 應該都是那群人 但是那群人呢 原來就後來被人覆卓 如果聽到那個大哥說 那個大哥就應該沒有下場 但是他就負責人 接著很生氣 那群人有喪的 他們啊 就是他又知道 你沒有收錢 就不要打人打得那麼狠 喂 打完 我們的兄弟躺下了 他還要中當我們兩除 那就很生氣 很生氣 這個第一個好笑 原來就有個黑社會 就在麗星花園組了一群紮鐵工人 就去淘大搞事 那怎知道搞事 當然都搞得成的 但是就被人覆卓 他打人 他就說他自己很有道義 我收錢打你 我當然不會用盡全力的 但是為什麼打我回頭的時候 可以打得那麼厲害 好了 接著呢 因為那裡是整個黑社會 接著有兩個年輕人在這裡說 其實呢 那些年輕人都是想抗爭 對社會不滿 接著我就呆了 原來黑社會 都有世代鬥爭 也有些年輕的黑社會 其實也不年輕 我們一看他的樣子都已經三四十歲 那就是會同情那些年輕人 就覺得他們都抗爭了 接著那些叔父很生氣 立刻拍桌 他說 什麼叫抗爭啊 你說個道理給我聽 抗爭 怎樣啊 接著呢 那個人就在那裡說 他們沒有樓住 買不到樓嘛 那就抗爭了 接著說 買樓 我也不知道多少世侄買不到樓啊 你都沒有出來的社會貢獻 這些就開始很老套了 很多藍絲都是這樣說 但是呢 我自己覺得 很深的感受就是 第一 那些黑社會 他又不是 好笑的那個黑社會 他還在問 究竟什麼叫藍絲 什麼叫黃絲 他連藍絲 黃絲都不知道是什麼 就叫了那些黑社 扎鐵工人去搭一些黑衣 搭完回來再問 究竟什麼叫黃絲 然後有人再解釋 黃絲呢 就是說那些黑衣 支持抗爭的 藍絲呢就是撐警的 什麼什麼什麼 那他才慢慢教得清楚 但是他又深水清 知道那些年輕人是沒有收錢的 然後他說 唉你沒有收錢啊 就麻煩你 就咒著你 打到我這些兄弟這麼重傷 還要是完全不留手 那天說到他們很殘忍之類 真的很好笑 第二樣呢 原來黑社會也有世代鬥爭 就是有些年輕的黑社會 原來他真的理解 就是當然了 可能他也有收錢去搭人 但是他的想法就是 喂大哥 那他們對這個政府不滿好合理的 然後呢 兩幫人呢 就像吵架 那幫年輕人和那幫老爺 就像吵架 後來就說 唉我們不要說這些 我們 唉喝杯酒算 這樣就很好笑 就是呢 他們都知道 不應該為政治 去搞到反面 因為大家都在賺錢 因為大家都在賺錢 竟然是這樣 是啊 就是他們覺得 喂我們黑社會 我們收錢就做事了 那我們有什麼理由 我們要牽涉政治爭論呢 然後呢 然後他們很快就找到一個 共同一致的敵人 你猜是誰 不是林鄭 就是林鄭 然後說 最壞都是林鄭 不夠膽 不夠膽 然後那台黑社會 就個個都在罵林鄭 這個是我很感慨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就是 第一就是我說 我不知道這個故事是真還是假 不過其實也很真的 我坐在旁邊偷聽 我們原本跟林鄭 就是想著吃梯吹水 結果整天都不用吹水 因為我們聽著旁邊的 很過癮 聽人家說很正 後來呢 他還說其他事情 他又說 譬如有一個說 我欠人30萬波數 我都說他們會還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那些人可以 賭完波不賺錢 那你是不是就是迫我去搞你 然後又說一下 他不知道那些圍村收樓 又說 第一次犯就緩刑 第二次就坐牢 不知是僭建還是兔丁之類 他們說的話 我很難相信是吹水 聽那個意思就是 我們就覺得 原來黑社會是這樣的 令我是一個很有趣的體驗